想要跟主席請教一下 關於接下來的辯論跟證件發表會 目前是不是已經有整合兩大智庫 然後要從三大面上來逐一論述 想問一下這邊辯論準備的怎麼樣了 這個辯論跟聯考一樣 永遠沒有準備好的一天 就是我們盡量努力 認真讀書 現在要開始認真讀資料 只是說因為你未來會有三場的公辦證件發表會 跟一場的辯論會 那您自己覺得說您的支持度會因為這些辯論會而提升 你自己有認為說會因為你的辯論而做提升嗎 因為台灣已經是一個資訊相當公開的國家了 所以我從來不認為單一戰役會影響整個戰局 所以因為它是一個長期累積的 所以我們現在這種選舉反而比較像是那種棒球的季後賽 就是說它一場一場一場累積起來 所以絕不要幻想說 它又不是那時候要單淘汰戰 我不認為說單一場辯論就會影響 影響整個選舉 而且還有一點 其實藍綠雙方都相當聰明 他們故意弄到封關民調前四天 意思就是說萬一打敗了 他也不會讓那個發銷 所以他們已經藍綠雙方都已經做了防火牆了 那另外要請教就是說因為您之前有說推動內閣制不是一年內可以完成 那趙少康說一年內沒有推動就辭 那你有批評說是不是覺得他選不上所以沒有辭職的問題 那麼趙少康就說他是支持你的內閣制主張卻被你冷嘲熱風 他說你做人應該要厚道一點 其實更重要的是道理你要幹什麼 像這種人就是這樣 被人家抓到了他就說這個 這個做人不厚道 不過我還是要問他一個題目 你那個中廣董事長什麼時候要辭掉 今天再補問一條 那中廣董事長什麼時候辭掉 難道是非對錯你不知道嗎 就是近期在你們身上可以看到除了這個KP徽章之外 還有這個中華民國國旗的徽章 那就是有這個韓粉深懶的認為說是你要 來搶韓粉票的一個手段認為說不要上當 這個是這樣啦 其實我的服裝你知道都是我們的助理在弄 剛好最近有人送我一批那個國旗的衛衫就裝上去 也沒有什麼特別要想要幹什麼 所以常常是這樣啦 我們是用簡單的心靈面對複雜的世界 不過在這個地方我也要做一個結論 台灣 不是民進黨的專利 國旗 也不是國民黨的專利 這是我的回答 昨天賴清德他在台南的時候說 情政清廉愛鄉土是他從政的原則 然後他也說他有擔任過台南市長 你跟侯友也都有擔任過雙北的市長 所以他說可以讓大家來比較一下 你們三個 誰執政下的弊案較少 還說他自己經得起考驗 所以遇到任何事情他說他該辦的就會辦 你覺得他這個是 真的都有辦嗎 來我們幫大家複習一下 光電 盧渣 88槍 議長會選案 陳中彥 還有一個陳凱玲 還有沒有 我想這個豬然不及被宰 其他人會幫我補上去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賴清德他萬里老家的違建 因為昨天在Google上 就是有被人家寫成是賴皮療 但是很快就被下掉了 所以也有很多網友就是 在 在笑說這個反應就是速度非常快 你怎麼看就是說 在Google上面把賴皮療 下掉的速度比他拆掉違建的速度還快 這個我剛才再來開記者會前10分鐘 尤其Google map看 還是看到的 所以 是真的沒有辦法假 假的沒有辦法變成真的 來各位記者朋友 你現在馬上上Google map 去賴清德 再去老家 我就看到那個鞋帶皮療 就在開記者會的前10分鐘 我還在那裡去 不過這已經變成打卡的景點了 對我國的觀光事業又多了一個 新的景點 一電視思琦 謝謝 想要跟主席請教一下 關於接下來的這個辯論跟證件發表會 目前是不是已經有整合兩大智庫 然後要從三大面上來逐一論述 想問一下這邊辯論準備的怎麼樣了 這個辯論跟聯考一樣 永遠沒有準備好的一天 就是我們 盡量努力 認真讀書 現在要開始認真讀資料 好中天秉鴻 那主席繼續要問辯論 就是說因為你未來會有三場的這個公辦間鑑 發表會跟一場的辯論會 那您自己覺得說您的制度會因為這些辯論會而提升 你自己有認為說會因為你的辯論而做提升嗎 因為台灣已經是一個資訊相當公開的 國家 所以我從來不認為單一戰役會影響整個 整個戰局 所以因為他是一個長期累積的 所以比較我們現在這種選舉 反而比較像是那種棒球的季後賽 就是說他要一場一場一場累積起來 所以絕不要幻想說 他又不是那時候要單淘汰戰 我不認為說單一場辯論 就會影響 影響整個選舉 而且還有一點 其實藍綠雙方都相當聰明 他們故意弄到 封關民調前四天 意思就是說萬一打敗了 他也不會讓那個 發笑 所以他們已經藍綠雙方都已經做了防火牆 那另外要請教就是說因為您之前有說推動內閣制不是一年內可以完成 那趙少康說一年內沒有推動就辭 那你有批評說是不是覺得他選不上所以沒有辭職的問題 那麼趙少康就說他是支持你的內閣制主張卻被你冷嘲熱風 他說你做人應該要厚道一點 其實更重要的是 到底你要幹什麼 像這種人就是這樣 被人家抓到了他就說這個 這個做人不厚道 不過我還是要問他一個題目 你那個中廣董事長什麼時候要辭掉 今天再補問一條 那中廣董事長什麼時候辭掉 難道是非對錯你不知道嗎 不好意思 那我們時間關係最後兩題 東森偉紅 我想問一下就是近期在您的身上可以看到除了這個KP徽章之外 還有這個中華民國國旗的徽章 那就是有這個韓粉 深藍的認為說是你要 來搶韓粉票的一個手段認為說不要上當 這個是這樣 其實我的服裝 都是我們的助理在弄 剛好最近有人送我一批國旗的衛衫就裝上去 也沒有什麼特別要想要幹什麼 所以常常是這樣 我們是用簡單的心靈面對複雜的世界 不過在這個地方 我也要做一個結論 台灣 不是民進黨的專利 國旗 也不是國民黨的專利 這是我的回答 台市署強 主席跟您請問一下 之前您有提過說你的外交路線會可能會延續總統蔡英文的路線 但您怎麼看蔡英文昨天說他的路線是穩定讓人信任 不是變來變去跟反覆說是走向世界你怎麼回應 但是更重要的 穩定的國家路線 也不是讓國家推上這個魅亡的邊緣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對我來講是這樣 人家的優點我們學習 人家的缺點我們不要理他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的確是很好 因為我自己親自到美國去過 有跟美國政府高層 或者他們的眾議員談過話 目前台美關係是很好 美國對蔡英文的 能夠維持台美關係也相當滿意 但是 兩岸關係 內政問題 我不同意蔡英文做的 所以是這樣啦 人家的優點我們學習 缺點我們來騷擾批判 您在台南跟桃園的造勢場合 其實你們都有宣傳是 場子非常熱 但你怎麼看最近藍綠雙方都狂打你們的人數問題 會不會覺得他們也擔心你的事會被造起來 你怎麼看他們的答案 這種事情 當然這樣 我倒覺得重點不是人數 重點是來人的態度 我後來發現那種遊覽車來的 主持人都還沒講完 因為遊覽車要開走的 後面都跑掉一半 或者是主持人講到一半 趕快跑去旁邊在排隊在領便當 這有什麼用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政治是重人之事 它是要能夠直接傾聽人民的聲音 也訴諸人民的意志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多一個少一個不重要 對我來講是這樣 不管怎麼樣 選舉跟執政都是一個改變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 所以非常清楚 我今天在台灣社會存在的最大目標 我們是來改變台灣的 而且更重要的 要因為柯文哲而讓他更好 這才是我的目標